今天天氣越來越熱,衣服要換季,護膚品都要 這陣子我慢慢將我的日間保濕精華由滋潤保濕型轉清爽保濕型 手上有這些產品,有些是我每年夏天都會回購拿出來用的 有些是今年試的新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這陣子應該大家都在找清爽型的保濕精華 我們不要錯過,現在就開始吧 先說這兩個,因為它們都是我的無限回購之選 來自Drunk Elephant的Be Hydra Incentive Hydration Serum 這個開關很簡單,一扭開就已經看到泵了 擠出來的質地很清爽,它是Gel狀的 推開的時候,馬上變得透明 我曾經在影片中提及過這支保濕精華 到今時今日仍然很喜歡用 它是清爽,快吸收,不會黏 然後保濕度意外地好 不要看它的啫喱質地 它是真的保濕做得到的 因為以前我也不太相信 但是用完一年,下一年又掛著它 然後又買回來 密密地就買了幾年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試 這支保濕精華在乾肌身上,夏天都足夠的 然後就是早前買一送一搶得很辛苦的 Caudalie葡萄紙急救保濕精華 它是非常輕身的Lotion狀 你一推開,又是感受到如何輕盈的了 很容易推,很容易吸收的 它是我夏天的長期大愛 家裡有四支存貨 是不是很誇張啊? 但是真的很喜歡用它 因為它的味道清新,是西柚味 早上用完它之後,整個人很新鮮 在乾肌身上有一點滋潤度 但是完全沒有負擔感 不會跟底妝打架 然後整天都很舒服 所以很多時候我用完它,不用塗Lotion 都已經夠了 買一送一的時候,我都是自己買完才夠膽出IG story 我怕自己買不到 幸好我搶到 剛剛兩款保濕精華,都是屬於比較快吸收的類型 如果有時候早上皮膚比較乾 不想要那麼薄的精華 然後又有一點時間可以讓皮膚慢慢吸收 我就會用這兩款 這個是First Day Beauty的Ultra Repair Hydrating Serum 它的質地是透明Gel狀 不要以為很容易吸收 它需要一些時間慢慢滲入皮膚 但是它吸收完之後,皮膚會變得很柔軟 保濕度是不錯的 它的啫喱層會在皮膚保留大約兩至三分鐘 不會承磨的,是可以完全吸收得到的 說多兩句,它已經吸收了,然後不會黏的 它是有一種把皮膚保濕感滲入去 令到感覺很飽滿柔軟 不是肉眼看到,哇,立即撈起了 但是你會感覺到自己的皮膚 真的有脹撲撲的感覺 SSY的AQUA即雪草抗鹽水油平衡精華 有一點稠度 然後一樣很好推,延展性很高 剛剛推開了它,然後現在開始吸收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阻力 它是有黏黏感 是挺厲害的,黏肉那種 但是如果你有耐性,等它大約四至五分鐘 吸收完之後,皮膚就會變得很柔軟 由裡面保濕出來的感覺 所以就看看你願不願等 如果在很黏黏的時候,上一些防曬底妝 我都試過起七字膠碎,或者不均勻 但是只要吸收完它變得柔軟 皮膚上沒有那種黏黏黏的感覺的話 塗什麼都沒有問題 對,它也聲稱有抗斗抗鹽的功效 不過在我身上,因為我很少生暗瘡 所以就不是太大感受 我是喜歡它 我裡面的皮膚乾到緊裂的時候 用它是有舒緩的感覺 因為它有積雪草是不錯的 這個性價比較高 百多元一枝 可以用很久,因為份量很小,可以推到很遠 唯一的缺點就是要等 下一枝就是我這半年裡面用得最快的精華 其實我冬天的時候已經在用它 但是它的質地我都覺得很適合夏天 因為沒有負擔感 看到嗎?很容易退開 很快吸收 應該這樣說 這款全年用,我都是覺得很舒服的精華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小星塵的N3面膜 它就是N3的精華版本 所以它不會有一個功效特別飆青 但是用完它之後皮膚又很平穩 然後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默默地我就把它封平了 剩下這一點是朋友的愛 因為剛好昨天有個朋友來了劉叔 他又帶了一支N8 他皮膚有一些濕疹 用完它之後它是滑又好轉 我也有朋友用完它 那些暗瘡是有好度的 所以它真的有很多功能 但是你又不可以一用它即刻板板 神奇地好了 是密密用 你又覺得自己密密好了 你就願意繼續繼續用下去了 我見網站就寫它是多效合一 修復抗衰老保濕活化皮膚細胞美白抗炎 美白我就真的感覺不到 但是我自己真的挺喜歡這個精華 對,小星塵的Brand Focus第二集 應該完美 希望拍得醒 大家留言給點動力 我因為真的很多 然後早前我就收到AFOCARE的 這款Rose Probiotic Serum 都覺得很適合夏天用 裡面是獨立包裝的 每次的份量就是這樣一粒 然後你噴開它 然後質地方面都是介乎精華和lotion之間的 推開的時候你會看到很柔滑 亦都是沒有負擔很容易推開的 聞起來是淡淡的玫瑰香味 然後用起來很舒服的 它有適當的保濕感 適當的滋潤感 不是那種很強烈的保濕 很強烈的滋潤是欺負到好處的 一看包裝就知道 如果你喜歡Staycation 喜歡去露營或者經常出去做gym 做瑜伽之後洗完臉上 塗一點精華 它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你說平時桌上一支精華 一直這樣用下去 你不會感受到這個包裝的優點 但是如果好像我這樣 經常開到全部都是護膚品 你不知道開得久會不會減低新鮮度的話 它真的做到一種保鮮的感覺給我的 當然環保方面它聲稱用了一些比較環保的物料 所以可以彌補你每一天 或者每一次都要用一個新的包裝的方法 這個我用完之後都覺得是蠻舒服的 而且就算晚上試過用 也不會早上的時候覺得慢慢緊 所以如果你出去過夜的話 用距離不怕會不會帶不夠 要不要再帶一個其他方法 可以的 用它真的足夠 剛剛分享的幾款精華 我都是覺得適合中性偏乾皮膚的朋友用的 如果你說冬天我是乾的 但是夏天可能會出一點油 偏向中性混合性皮膚的話 我覺得這兩款的精華應該挺適合你 早前做過BRAND FOCUS的 這個是加丹尼的積雪草修復緊緻精髓 它的質地是接近精華水的狀態 有一點稠度 但一推出來 馬上變成水狀 非常清爽 上次有觀眾留言 就說它是混合機 非常喜歡這個精華 然後身邊有朋友是油性肌膚 都說它很棒的 而我一個乾肌的小小代表 就覺得它在室內有冷氣地方用不夠力 不過在很熱的天氣 戶外活動的時候 我就喜歡用它 完全清爽 沒有任何負擔感 性價比又是很高 200元左右一枝都是很耐用的 另一款就是Serenia的藍童性太精華 它的全名叫藍童修復水氧精華 然後質地在後面就會看到的 非常有流動性 是水狀的 質地在今天這麼多款之中 最流質的 然後非常好推的 是很好吸收的一個精華 藍童性太的修復效果 怎樣都有一定的程度 所以它是功能型 又適合油機混合機用的一個精華 為什麼可以用到半支這麼多呢 我是乾肌 覺得它的保濕度是不夠的 但是它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打底 我是不一定每天只用一個精華的 有時候可能用兩個 甚至三個 如果全部都有一定的厚度 那我就搞不定了 這個就給我一個保濕 修復的打底 然後上面再用其他精華的話 剛剛好 那麥麥地我就用了大半支了 兩款都是很清爽的 看看你想要性價比高做到基本保濕 還是你想清爽之餘有多少少的功能性 就是這裡的分別了 好啦 今天我就介紹了一些 手頭上覺得很適合夏天用的保濕精華 其實轉季心情真的很矛盾 一方面冬天用了這麼久的護膚品 終於可以轉一下 換一下新的感覺 然後另一方面又很怕自己敏感 你知道皮膚脆弱的 轉季是很容易起粒粒 然後又很容易脫皮 但是這一堆的產品我真的用了一段時間 都沒有過敏情況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 以及星期日下午十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Bye